各位观众您好,欢迎您收看每日一次,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个唐字,收藏的唐,唐二生唐。 藏是除积保存的意思,从这个意义隐身,所以藏又有潜伏、生秘、隐秘、收敛等含义,如一经细词,君子藏气于身,待鸣而动,何不利之有,意思是说只要自己有才能就能等待时机而有所作为。 藏拙是说人要知道隐匿自己的短处,藏锋是说写字的时候将笔锋加以收敛,不时显露出来,而一个人为人处事,如能不露锋芒,也可以叫做藏锋。 金吴藏销本是汉武帝幼年时的故事,后世却把它作为取切别居来解释了。 藏也可以念藏,国语注音是滋岸藏,似生藏。 念藏的时候是指收藏东西的地方,如库藏、宝藏。 另外,佛教、道教的经典也叫藏,如金藏、道藏、大藏等。 藏又是我国西藏地方的简称,而藏青则是指一种蓝而近于黑的颜色而言。 藏字若出去草头,就变为另外一个字,藏字了。 藏字的国语注音是姿肮脏,义生藏。 藏是我国信誓之一,也当作美好讲。 如人谋不藏,是说人的思虑不够周全,不够美好。 藏匹人物就是批评别人的善恶得失。 藏货就是奴卑,而窃道所得的财物也叫藏。 要提出来的是,由于藏字有两个读音,应该特别注意。 如宝藏不可以念成宝藏,另外藏匹也不可以念成藏缝。 藏匙安语探。